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各位观众朋友好 平安健康 今天你会烤肉吗 中秋佳节快乐 那看看民进党中央要给大家的 中秋节的一个贺图 这个图上面大家找一找 大家来找查 我自己个人不知道您看起来怎么样 我自己个人第一时间看到 觉得这有风神榜的feel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那个feel 那个感觉 all fashion 然后再来 大家在想办法大找查的时候 找到怎么少了一个人 林志坚搜寻林志坚不见了 没办法 这个时候只好去避避风头 所有的小鹰男孩女孩们都在这里头 那当然上面看到的四大天王 待会请大家来解读 对很多细节大家有很多考虑 可是大家就觉得林志坚 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消失在 所有的宣传管道上 不管是各地的选举 他也只好先消失再说 因为桃园来讲 现在对民进党恐怕 选情负担非常的重 压力很大 因为这个郑保卿参选之后 民进党桃园市场参选人 郑运鹏开始被爆料 也很多事情 好像是被郑运鹏林志坚化的一个概念 他说从来没有住在自己的选区 从全局公报里面也看过 他之前包括了在士林区的豪宅 还有甚至桃园同段的住宅 在逸文特区 也都不是在自己本来立委的选区 那当然伟汉 他就是问真的吗 真的吗 不相信 可是至少目前由郑运鹏 自己出来回应的时候 他都是说资讯片面且有差距 生活是透明的 但选举不应该被公开到这样 所以到底有没有住在自己选区 还是没有讲清楚 你其实如果就住我自己选区 我就讲清楚 就像论文 很清楚 有抄没抄 讲清楚就好了 可是他的回答是 一样比较有哲学的概念 要去解读的 不该被公开到这样 那到底有没有住呢 虽然有说被质疑不是事实 他说不是事实 可是到底是住在逸文特区 住在自己选区 住在台北豪宅 真的还不知道 没有至少他本人 并没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而民进党正式 把郑保卿的党籍给开除了 开除了之后 会不会影响选情 郑运鹏说 相信选民会做出判断 甚至开除违纪的党员 就是为了党的配音质 跟声誉而来做的 郑保卿说 该开除的是他们 不是我 我可是维护着 当初民进党的创党价值 那么这一次一次开闸 高达26位违纪参选的党员 算是非常大动作 大手笔 游英龙他也是早期 创党时代的其中一位 教授朋友们 他说五门斩首非正道 大难将至 周公都爱财习财 求财若可 可是今天执政的民进党 是嫌人才太多 六都十六县市 没收初选 扼杀党内民主 以至于这26个人脱党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对民进党内部来说 他认为民进党不谈问题的根源 只处理问题跟结果 还得意洋洋 感受不到同志的心声跟痛苦 不知大难将至 他很早就讲了 这就是超级暴风 即将在民进党内发生 所以郑保卿招杂之后 他喊的民主革命 能不能唤醒民进党的良知 当年太阳花 现在沉默 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也没有新一代的小厨局 号召一言而上来 或者像当年 马英九一些小的事件 动不动就可以有 50万人上街去抗议 当然现在是不是整个 明星风气变了 还是这些所谓的学运 等等这些团体 都已经被收编了 所以这个图 在港媒的封面上的 英皇的照片 对于大家来形容现在民进党 是不是真的 西方经典的三权分立学说 在蔡英文治下台湾 我们五权 现在只剩下一权 就是行政专段 立法为诺 司法应声 对于皇帝这个封号来讲 好像也是现在民主制度 走到台湾的一个状况 桃园的选情 波基怎么看 首先我们先讲 不住在选区这件事情 其实在桃园不只是郑运棚 过去就有潜力 而过去的潜力 后来他是落选 当然我觉得郑运棚 他后来 其实他的选区 有一部分在桃园 选区 他有大概十亿个里 但是不在一文特区 他等于说他住在这个 他选区旁边 那你说这个算不算插边 我觉得也没关系 因为他至少已经在桃园自产 我觉得他那个用意是很明显 就是他要强调 他已经在桃园落地生根 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交为桃园在地选民 来决定说 他对于他的这个在地性 有没有这个认同感 好这个我觉得选民会去做决定 所以但是他也不必要说什么 好像资讯公开 受冤枉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 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是假设是张善政 或是说一些国民党的议员来打 杀伤力不会那么强 但是郑保卿讲 郑保卿的过去经营的选区 就是现在郑运棚住的选区 所以郑保卿来讲这件事情的话 对郑运棚确实相对 反应这么大 相对会比较有伤 就是说原来你这个在 做了两届立委 你都没有住在自己的选区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公布了 因为这些资料 比如说监察院的这些财产申报 都是公开的资料 所以郑运棚不用那么大的反弹 但前提就是因为 如果你会觉得 没有必要公开到那么细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 你不希望别人知道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 可能有一点心虚 那我们讲到整个桃园的选情 现阶段我觉得还是得要看 张善政的团队 有没有办法整合好 因为为什么 南桃园现在国民党 确实比较有优势 而北桃园传统来讲 这个蓝绿基本上比较是一比一 就是所谓的五五波 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南桃园原本在 郑文燦的操盘下 在林志坚参选的时候 因为林志坚他那时候 户籍是签到中立 就是南桃园 他就是要锁定在南桃园 要能够胜出 而在林志坚一换之后 基本上他在南桃园 几乎是崩盘 而未来 就是说未来这两个多月 就是要看张善政 有没有办法在南桃园 拿到足够的优势 因为张善政也是把户籍 迁到南桃园 就是龙潭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观察整个桃园选情 南桃园可能扮演 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北桃园可能两边的平手 最后的胜负可能就是看南桃园 绿跟蓝的差距能不能拉开 至于这一次 其实我真的觉得 现阶段 你刚刚讲到这个什么 行政专段立法 维诺司法应声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能够从国民党手中 把政权拿下 他最清楚 民进党最清楚 怎么对付国民党 我觉得就这么简单 所以如果以我们像我们媒体监督的立场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至少今天 比如说他拿到了行政权 立法权不要给他 至少要有一个国会监督的 制衡的能量 否则像现在 真的是民进党想要什么法案过 在立法院就是碾压 国民党其他这一党 没有教牌的能力 然后当今天出了事情 甚至民进党还习惯性的 甩锅给在野党说 这是他们提的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数位中介服务法说 在野党有提 结果一看 相非打约非 根本一派胡言 所以这就是现阶段 我们其实梦腾叫民主危机 因为只要你今天在国内 监督执政党 就会被打上什么中共同路人 什么红色资金的 什么标签等等的 这个才是我们现阶段 民主最大的危机 是除了是民主危机 是民党内部也会是个危机 民众也会看破手脚 怎么看有华哥 刚刚从一开始谈到 林世坚消失了 这是一个民进党 雪球般要崩溃的一个起点吗 他至少在整个风神榜里头 已经看不到他的踪影 因为我最近是跟老党外 那些朋友都有来往 他们是直接了当跟我讲 蔡英文已经摧毁了 民进党的核心价值 就是蔡英文他摧毁 核心价值的方式 不是用梭理 而是非常残暴的两个字叫没收 就是说权力反正在我的手上 你都要听话 就是说不但是对比式民调没有 这个内部民调没有 完全是由蔡英文一手掌控 那蔡英文自己的英系 是一个小派系 然后是临时组成的 像包含陈其脉也好 包含陈明文也好 他们在民进党本来是另有派系的 只不过现在依附在小英之下 那小英这个小派系 去玩民进党这部大车 玩得动吗 第一个玩不动 那第二个 就拿桃源来讲好了 本来郑文燦他属意的人选 既不是郑运鹏 他也不是林志坚 那蔡英文是非要林志坚 好 我们大家就来看看 你要怎么学寻林志坚 你林志坚 他有没有退出战场 他退出了战场 清白要了回来了没有 没有回来 终于提宿院了 你只是提宿院 不然不大家笑 都没有提 对不对 因为是大家给他压力 你说你要你的清白 你连第一步你都不做 那大家怎么相信你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说兄弟们 我要帮郑运鹏出来选举 林志坚跑到哪边去 现在郑运鹏跑所有的行程 各位晓不晓得 民进党一位朋友怎么讲 只要林志坚站在他旁边 你跑个一场掉个一趴 那换句话说 你林志坚的问题 没有办法去平息 桃源民众的愤怒的话 你把桃源民众当做什么 说换就换 然后林志坚刚刚出来的时候 你讲得多好 然后等换的时候 郑运鹏多好 那这些好 请问一下 是民意还是党意 还是蔡英文个人的主义 他们现在都讲蔡英文的主义 好 我们现在仔细观察 郑运鹏现在出来 过去桃源民进党 那些在桃源的派系大佬 我看到今天 已经从登记 那我是从登记起算 从登记到了今天 各位仔细去看 有没有过去帮郑文燦的人 现在站在 郑运鹏旁边 一个都没有 包含郑文燦自己的金主 那现在你要叫郑文燦 怎么选得下去 你要叫郑文燦选下去的原因 我再问一句 各位或许没有观察到 郑运鹏他也是小弟出身 那请问苏貞昌他们那些人 有没有去帮他造势 那这些都是你必须要非常了解 民进党他内部派系 还有地方派系 你才可以看到这一些曙光 那现在问题最重要的 各位晓不晓得 郑运鹏除了不跑红白铁以外 那更重要的 他跟民意 还有他跟选民服务之间 距离太远 距离太远 这个是完全违背 你过去民进党的做法 否则第一时间就提他了 对 然后陈秋那我跟你讲 民进党 你在高雄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朱新宇 当然 他命令他的助理 我的选区只要死一个人 你要第一时间 你要比警察局都要 赶快通报 赶快通报 他就第一时间 他就跑到他家里面去祭拜 有两滴眼泪 这种选票 一次就是武装 对不对 但是郑运鹏从来不搞这个 因为他既不用民进党的打法 他个人的打法又不凸显 再加上林志坚的问题 那请问 郑运鹏究竟想要什么 因为他毕竟不是小英的第一人选 第二人选 他反而是第三人选 就等于又跟陈时中一样 都是小三出来选举 是 斯刚是不是这个 全台湾还不只是桃园而已的选区 民进党的策略就是林志坚必须消失 我刚才那张卡片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张贺卡 在看一次那张风声榜的照片 很像我们小时候看到那种 国电的电影广告 是 林志坚 我觉得就上面四个压垮大家了 原来就是 就是上面四个 你看这个苏贞昌 然后蔡总统 然后这几个这四个 这四个是民进党现在的这几个大咖 在全面上 不错了 他也让赖清德在旁边 对 这虽然彼此隔一层楼 但是像隔一座山一样 但是大家还是表面上在一起 和和气气 但这四个人就压垮所有的 大家的选举 包括有些人最悲观的说 可能只剩四席到五席不管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看不出来民进党的这个执政优势 他拿出什么样好的政绩 来说服大家 之前这个有个 我昨天看到一个报一个新闻说 有民进党的操盘者有说 如果讨论这口水战 不利民进党的选情 可是我想大家回想一下 口水战是谁先发动的 都民进党 不是最爱发动口水战 就是民进党吗 去这个一下去叮这个 我们的候选人讲完如何如何 然后去做这个吹毛球吃 说他怎样怎样 张三镇是口水战 然后用这个莫名其妙的抄袭 研究报告告的是红基 就把事情栽在张三镇上 所以口水战不是就是 民进党自己发动的吗 你发动这些口水战 你就觉得对自己没效 那你发动这件事情干嘛 所以民进党 基本上我觉得跟陈忠一样 他的团队也是出现了一个 找不到选举方向的一个危险 过去的抗中保台 觉得裴洛西来 这张牌好用 过去一个月 又有很多团参议员来 但是大家对于蔡总统的 这个信赖度 声望有上升吗 没有 自己做的民调也是往下走 所以过去的招式用 包括杨承宁也是 狂打杨承宁打了一个礼拜 对自己有帮助吗 也没有 所以过去几年在2017年 2016年用这些选举招数 抗中保台然后转移目标 然后用艺人戴红帽 全部来讨伐他 然后移转内政无力的注意力 对不起在这次选举之后 大家已经没有感觉 无效了 自嗨还是自嗨 但自嗨不能走出 自己的同温层 对于争取中间选票 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这张照片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四个人压卡团体 然后最下一层 台北市双北应该是 北部的领头羊吧 陈时中应该最前面 陈时中跟林家龙 应该放在第二层的中间 被林家龙押住了 对 而且林家龙 他好像被凸显有没有 感觉是B面第一首歌 感觉他是一个 B面第一首歌的主导 所以整个团队 基本上你看得出来 也没有一个方向感 所以今天选举就是 刚才谈到这个三权的问题 我觉得不只是三权 我觉得像一些所谓的独立机关 什么NCC 这些什么有的没的 基本上就都变成东厂了 都是为党义势从 没有自己专业的判断能力 所以我就觉得 但讲得很好 就是行政立法分立 但是我是觉得根本知道 就2024换党执政 把民进党拉下来 换一个政党来去做执政 不要让国家的方向走偏 有个机会去做一个平衡 东厂这个话题 对于民意要怎么钳制 待会广告之后 我们就来深入讨论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